今天要给大家解读的就是鲁迅日记 在中国,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认识鲁迅 而《狂人日记》作为鲁迅早期的代表作品 其吃人的故事和拯救儿童的呼喊 早已深入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1918年5月,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刊登了《狂人日记》 虽然只是一个短篇故事,却几乎震动了整个中国 喜欢文学的人们惊叹于其独特的形式 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 而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则感叹鲁迅的思想和笔触之深邃 原来吃人这个词能皆是封建礼教的本质 第二年,即1919年 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拉开了序幕 《狂人日记》作为中国近代文学的伟大开端 新文化运动的第一声春雷 更是登上了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封碑之列 并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狂人日记》作者鲁迅 本名周述人,比名超过140个 鲁迅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他发表《狂人日记》的时候 据鲁迅的好友许寿常解释 鲁迅母亲姓鲁 鲁迅这个字就是鲁莽、迅杰 鲁迅出生于1881年 20世纪初期是他成年后生活的时代 中国受世界变局和西学东间的影响 从封建时代走向现代化 中国学者与有识之士不再局限于引进科技、自然科学 而更多地关注西方人文主义思想 希望借此对中国进行改革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痛斥吃人 正是为了宣扬新文化运动的人道主义口号 但另一方面与陈独秀、胡适等运动健将不同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对人性乃至自我的深深的怀疑 甚至超越了高举人文精神的时代 这就是为什么这部小说在发表一百多年后 仍能引起人们的思考 下一部 我将分四部分来解释 第一部分对小说的主要内容做了简要的介绍 第二部分着重阐述了鲁迅所说的 吃人的历史渊源 吃人究竟指的是什么 吃人的隐喻 第三部分是鲁迅笔下的狂人 以及他的战斗精神 第四部分主要探讨《狂人日记》的价值 如《狂人日记》与世界接轨的先锋性 推动新文化运动 永恒追问人性等 让我们先看一下这本小说 《狂人日记》收录了主人公狂人的十三篇日记和序言 序言以文言的形式 说明日记的来源和发表的目的 故事的大概意思是 叙述者中学时代的一对兄弟 听说弟弟病了 便去探望 结果哥哥说 弟弟病好了 要去当官了 然后 哥哥拿出了弟弟生病时写的日记 笑了笑 说 这些日记可以显示弟弟的病情 于是把日记送给了叙述者 叙述者看完之后 认为 病人患上了类似于迫害狂的疾病 于是将日记编成了一本疯子日记 希望能给医学研究者们提供一些参考 狂人的日记没有日期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部分 分别是吃人 吃人和吃人 首先 他在日记里发现了吃人的情况 从第一条到第三条开始 吃人的事情正在慢慢地向疯子靠拢 第一篇日记 有点像是精神病患者 狂人看了月光 说三十多年没见他了 狂人大概已经三十岁了 所以这句话意味着 他终于在有生之年觉醒了 月光就像是启迪的光 让狂人清醒过来 整个人都变得神清气爽 不过狂人也很警觉 说一定要小心 否则赵家的狗就会多看我一眼 苏醒的疯子 感觉到外界的异样目光 充满敌意的窃窃私语 甚至连小孩子都在窃窃私语 想到自己一脚踹开古酒先生 他就有些害怕了 一想到狼子村痴人肝壮胆的事情 他就不寒而栗 黄人研究了一页 终于有了答案 我翻开历史一看 上面歪歪扭扭地 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大字 我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夜 终于看清了自己 全是痴人的字 痴人使疯子们找到了恐惧的根源 仁义道德掩盖了痴人的历史真相 中国历史就像一部痴人的历史 但它仍然在继续 在第三篇日记的最后 黄人喊道 我也是人类 他们想吃我 第二部分 痴人 第四条开始 黄人开始讲述自己的处境 在他看来 一群心怀不轨的人聚集在一起 密谋要吃掉他的哥哥 在疯子看来 请来看病的医生就是刽子手 大哥则是阴谋和帮凶 黄人看见那些心怀不轨的人的各种面孔 愤怒地说 狮子般的凶恶 兔子的怯懦 狐狸的狡猾 大哥痴人干嘛 是良心发现了 还是故意的 最终 他还是决定去劝转大哥 这是小说的高潮部分 分布在七到十篇日记里 黄人转哥哥的过程 都是在梦里完成的 首先 他在梦中义愤填膺的与人争辩痴人之事 后来梦中惊醒 满头大汗 后来做梦去找大哥理论 从进化论角度展开辩论 认为应该改掉吃人的毛病 此时 大哥还以为是疯子在胡言乱语 气得蹊跷生烟 让下人陈老五把疯子劝回了房间 狂人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无比的沉重 动弹不得 浑身大汗淋漓 从这一点上 我们可以看出 精神高度紧张的疯子 在梦中失败了 疯子和现实世界的冲突 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些记录都是疯子发病的过程 好了 让我们进入 狂人日记的第三部分 思考 吃人 和日记的最后部分 十一至十三条 剧情在这里发生了转折 狂人似乎冷静下来 开始反思 他想起 自己五岁的妹妹死了 说她是被大哥吃掉的 母亲或许也默许了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 笑道不是提倡子女割肉 为父母治病吗 又想起来了 自己有没有吃过妹妹的肉 狂人发现自己身体里流淌着吃人的血液 从被吃到吃 从谴责到自责 再到愤怒 再到恐惧 再也不敢想下去 然而 狂人还是抱着一种幻想 他的孩子还很小 可能还没吃过人 所以他很震惊 一百多年前 中国几乎没有吃过人的孩子 或者还有救孩子的可能 这本小说 结束于世纪的呐喊 小说里救孩子 可不是为了保护孩子 不被吃掉 鲁迅更深的愿望 是反省吃人的罪恶 希望新世纪的孩子们 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 不要走吃人之路 总而言之 狂人日记的主题是 吃人 但是读者可能会问 这是什么意思 小说里的疯子 究竟指的是什么 这必然受到 五四前夜鲁迅思想上的隐喻 我们先来看看吃人的比喻 鲁迅给朋友许寿 常写了一封信 说他读了 通鉴 明白了中国的识人族 所以写下了这篇文章 《资质通鉴》中所记载的 吃人史 使鲁迅受到刺激和警醒 从而了解到 中国人是吃人的民族 这就是 小说狂人日记的原因 当然 真正的吃人事件 在中国是很少见的 但精神上的伤害 却是无处不在的 在鲁迅的众多作品中 吃人指的是对个性 个性的束缚与阉割 实际上 吃人和吃人的精神现象 是相通的 因为食人习俗 作为日常行为方式 往往折射出 文化上的末世人格 比如 新唐书中记载 《安史之乱》 唐朝名将张寻镇守 隧阳城数月 粮草耗尽 张寻便杀了自己的爱妾 分发给士兵 劝士兵们 你们为国卖命 我不能拿自己的肉 来犒劳大家 但是这个女人 我怎么能舍得 于是 城中开始屠杀女人 老人小孩 据说有三万人被吃掉 虽然听起来惨不忍睹 但张寻因为 坚守隧阳城 成为一代名臣 名垂青史 流传至今 这种有形的吃人行为 是在践踏弱者的生命 权利和人格 缺乏个性尊严的文化精神 野蛮的吃人习俗盛行 也不足为奇 鲁迅关于吃人的问题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吃人油 欺凌弱小 就像《狂人日记》里提到的那样 狼子村的恶人被吃掉了 比如 鲁迅在《劫列观》一文中 对传统的贞结 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他说 要求女性劫列是一种昏迷和强暴 是一种对自己 和对别人造成痛苦的强暴 劫列的女子 就这样死了 第二层 就是被吃掉的人 也会吃掉别人 他们是被压迫的弱者 同时也会对比自己弱小的人 进行压迫 被人吃掉的人 就会成为别人的奴隶 成为比自己弱小的主人 人们对奴隶和主的境遇 感到满足 而不愿成为真正的人 在第三篇日记中 狂人探讨了侮辱和侮辱 欺凌和被欺凌之间的线性关系 他发现 有人想害他 有人被人打 有人被人逼迫 鲁迅在他的杂文 《灯下漫谈》中曾说过 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有贵贱之分 有大小之分 有上下之分 受人欺凌 可受人欺凌 被人吃掉 也可吃人 一层又一层的质主 动弹不得 他不想动了 主性和奴性轮番上阵 却毫无人性可言 实在是太可悲了 第三层是吃人者自食 把自己吃掉 即自我压抑个性 这是最令人痛不欲生的 那么 读者可能会问 狂人的日记里 似乎并没有压抑自己的情绪 狂人不是一直在怀疑 在挣扎吗 这就要看小说的序言了 序言中说 狂人日记是病人痊愈后写的 所以故事的作者就沿用了这个名字 很显然 疯子就是病人对自己的称呼 我叫楚狂人 孔秋叫凤哥 病人是清醒的 他曾经有过觉悟 也有过战斗 但是根据他去外地后补的描述 狂人的反抗失败了 日记里的疯子 妥协了现实 失去了自己的锋芒 回到了这个吃人的世界 总之鲁迅提出吃人的病 是因为他知道 中国历史上确实有吃人的例子 食人者通过历史论证吃人的合法性 而鲁迅则通过疯子进行抨击 狂人日记记载《本草纲目》 记载人肉可肩 左传记载为《一子食》 但狂人在梦里和人争论的时候 会毫不客气地质问别人 这就是对的吗 在说服大哥的时候 他也用进话论的观点来反驳 那就是野蛮时代 吃人是可以的 但现在文明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 吃人的毛病也该改一改了 有弱者吃弱者 有弱者自相残杀 四千年来野蛮习气积淀在自己身上 却自以为天经地义 而自残则是个人丧失精神自主性 比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 盲目地咀嚼悲哀 其死亡不仅是环境所迫 更是精神上的自杀 祥林嫂不仅是个人的命运 更是整个民族的命运 在弥漫着吃人文化的氛围中 个人精神是不能存在的 受鲁迅日记的启发 胡适称其为思想界的清道夫 专门写了一篇名为 吃人和礼教的文章 他在书中呼吁 时至今日 我们应当明白 我们并非为君主而生 非为圣人 亦非为钢厂 对于封建枷锁的这些控诉 鲁迅用简练的 吃人道出了其野蛮本性 鲁迅塑造的是一个 疯子的内心世界 是一个精神病人的心理使然 那么 为什么会是疯子呢 鲁迅的享乐狂人是怎样表现的呢 我们看到所谓的疯子是不同的 人是不守礼法的 礼教又是什么呢 比较是封建社会中 一切社会规范的总和 毫无疑问 这些违反礼教的异端 会损害既得利益者 所以 要吃人 一定要以狂人为首 鲁迅笔下的狂人 亦令人联想起 未尽世人的狂野 《红楼梦》中的风僧 鲁迅的老师 张丰子的张太炎 在这个具有高度 象征意义的艺术场景里 狂人的觉悟 也是鲁迅 这一时代的先驱们的觉悟 而处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人 也将告别过去 破坏这片土地 先把吃人肉的宴席挂起来 从发现吃人 到吃人 再到吃人 再到反省吃人 再到对家族的痛斥 鲁迅的批评逐渐深入 这个问题是否可以通过回归人性来解决 鲁迅对此持保留态度 其思考超越了那个时代的人性主题 和对人性的怀疑 这是为什么呢 这要从鲁迅写小说的原因说起 鲁迅开始写小说 这是他和钱玄彤 关于铁房子的谈话 鲁迅刚从日本回国 当时他在教育部任职 没有什么成就 闲暇时就抄写古碑 新青年编辑钱玄彤到他跟前 说 这些古碑的抄本 有何用处 干嘛不写点什么给新青年呢 鲁迅回答说 如果一间没有窗户的铁房子 是很难被打破的 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 他们很快就会窒息而死 但是他们并不感到死亡 现在 你这么一喊 就把清醒的人吓了一跳 你认为 让这个不幸的破坏者 在临终时遭受无可救药的痛苦吗 钱玄彤的意见是 既然他们站了起来 那就不能说 他们没有希望 毁掉这个铁房子 这段对话 大家都很熟悉 鲁迅听了希望两个字 说道 但是希望不会被抹杀 因为希望就在未来 不能用我必须做的事来证明 他是不是 最后 我答应他也要写点什么 这就是疯子的日记 从那以后 他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几年后 鲁迅把狂人日记 编成了自己第一部小说 呐喊 刚才那句著名的 关于铁房子的对话 就是从他的序言中说出来的 鲁迅既希望被唤醒的人 希望最终能把铁房子毁掉 为了打破铁屋的希望 鲁迅在早年曾做过许多翻译工作 例如他和弟弟周作人合作翻译的 《域外小说集》 介绍了许多来自俄国和波兰等民族的 反抗作品 希望借此唤醒国人 但鲁迅却不那么乐观 始终保持警觉 始终怀疑人性 当周作人高举人性 大旗高唱人类文学之时 狂人日记 却在唱反调 他不仅批判礼教 而且最终将矛头指向普世人性 解放人 人仍将吃人 在肉体与精神上 伤害自己与他人 在这一点上 鲁迅的思想 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是同步的 他无疑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坛的先锋性和探索性 马克思 爱因斯坦 弗洛伊德 尼采 在十九至二十世纪初成为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基石 比方说 马克思打破了资本主义神话 爱因斯坦打破了人类固有的宇宙概念 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 则打破了人们对自我的信心 尼采则直言不讳地说 上帝已经死了 要重新评估一切价值 因此 卡夫卡和乔伊斯的现代主义作品 充满了质疑 否定和荒诞的现代生活状态 我们知道鲁迅的日记 是受果歌里同名短篇小说启发而写成的 鲁迅曾经明确地谈到了 我是怎么做小说的 从这两个狂人的日记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鲁迅的现代主义思想 果歌里笔下的伊凡诺维奇 是一位九等文官 他在沙俄时期受到了排挤和排挤 后来因为一位部长千金受挫 被送进了疯人院 小说表达了对底层官僚的同情 如果说果歌里的作品 是一部讽刺幽默的现实主义小说 那么鲁迅的作品 则是荒诞的现代主义作品 鲁迅虽然也用了疯子 月光和狗 但他的故事情节 却是围绕着主人公吃人妄想症展开的 从狂人在满月之夜发病 到发现自己被吃掉 再到吃人 从历史到现在 从陌生人到亲人 再到自己 鲁迅超越了果歌里笔下的卑微和屈从 取而代之的是觉悟 尊严和挑战 在这个意义上 鲁迅笔下的狂人 就像鲁迅一样 是一位觉醒者 一位战士 一位批评家 一位自我批评者 处于二十世纪初 中国的十字路口 鲁迅并未寻求浪漫主义理想 也未将目光投向未来 而是选择了现代主义 选择从自身生命内部寻找原因 总体而言 鲁迅对于人类的总体认识是矛盾的 他充满了同情 怜悯 隐含着救赎之意 因此 在《狂人日记》中 他试图颠覆被仁义道德蒙蔽的识人史 另一方面 他对人性的批判 失望 绝望 对新文化运动中的人 道主义人本主义 思潮持保留态度 因此 鲁迅一方面通过狂人来表达他的思想 另一方面 又把他作为批判与反思的对象 可以说 鲁迅对待狂人的态度 就是对自己的态度 通过创作不断寻求自我批判与超越 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的一篇 穆杰文 正是鲁迅自我剖析 自我批判 自我决裂的典范 他说 决心要吃自己的东西 要吃自己的东西 要知道它的味道 痛苦的痛苦 它的味道 又怎么知道呢 吃完之后 慢慢吃 但心已经老了 又怎么知道味道呢 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鲁迅 鲁迅要抛开自己的心去品尝 去寻找心中恶念的根源 但是 抛开心的痛苦 解剖自己的痛苦 却让人分辨不出心的味道 找不到癥结 等到疼痛过去 再去吃这颗心 可是此时的心 早已成就 怎会知道原来的滋味 总而言之 鲁迅的自我解剖失败了 但他必须继续战斗 他决心要跟消极的 救我决裂 所以他走得很快 生怕看见他的追随者 五四时期 面对传统的 吃人 宴席 价值观念的评估 与选择成了鲁迅等 时代的先驱们 面临的首要问题 狂人日记 是鲁迅重要的 文学实践之一 其批判 既与当时西方 现代主义潮流相呼应 又切中了 当时中国社会的病根 另一方面 狂人日记 之所以称得上 中国现代文学的 伟大开端 除了其思想的先进性外 他对文学形式的贡献 也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 狂人日记 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在于他的写作方式 日记是中国传统文人的 拿手好戏 但被鲁迅改造成了 现代小说 虽然18世纪 西方曾出现过 《卢梭的新爱洛伊斯》 和《哥德少年维特之烦恼》 等书性提小说 但这种具有颠覆性的风格 在中国却是独一无二的 再加上鲁迅采用 序言加日记式的设计 一套双重叙述的文本 使小说与西方 果歌里同名小说 都有很大的不同 鲁迅的序言 日记均采用第一人称 但叙述者 与主人公是分开的 狂人的第一人称 叙述只有13节 真正的叙述者是我 这样既保证了 狂人的胡言乱语 又保证了 故事的可信度和可信度 其次 《狂人日记》 被誉为中国新闻学 众读白话小说 提倡新闻学 反对旧文学 是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之一 而以白话文写成的 《狂人日记》一出版 新旧文学之间的距离 就被拉开了 自《狂人日记》 于1918年第四卷第五期 出版以来 新青年开始全部改用白话文 其影响深远 白话文是什么意思 我们习惯于把白话文 和文言文相比较 这种说法大体上是对的 但并不完全正确 白话文是以汉语口语为基础 写成的书面语言 胡适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者 在《文学改良厨艺》中提出 文学不能避俗自俗语 在他的白话文学史上 白话就是能听懂 懂 明白 不加修识的语言 胡适的白话范围较广 他把汉唐诗歌 包括史记 汉书等 都归入白话文学 其目的在于 证明白话文在古代存在 从而推动了中国白话文运动 我们现在称之为 《狂人日记》的第一部白话小说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古代语言 中国古代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基本相同 东汉以后 由于贵族文体如此负 文字与口语逐渐分离 宋元时期 画本小说的兴起 推动了口语文学的发展 这也为后来的 原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 铺平了道路 如《水浒传》 《红楼梦》等 但是这些小说 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 都没有地位 小说和白话小说 受到五四时期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而受到重视 提倡古代白话小说传统成为文学革命的重要任务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 大胆地采用了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形式 比如用古代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精神 比如凡事都要小心谨慎 这使当时的文坛大开眼界 同时 鲁迅还运用了大量的民间语言 五四时期的语言改革 提倡推陈出新的贵族文学 建立大众化的民族文学 1920年 北京大学歌谣会由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起成立 民间专家如顾鞋刚 周作人 钟敬文 广为搜罗民间艺术 推动民间文学的发展 《狂人日记》中用了很多民间语言 比如吃人的牙齿 鲁迅对西方词汇和句式的吸收 是《狂人日记》的重要特点之一 西方的语法结构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 鲁迅把它们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中国现代汉语 比如《狂人日记》里的句子道庄 比如《没吃过人的孩子》 比如《汉语》里的人称代词 但在这部小说里 却突破了这个规范 如我拥有四千年的吃人履历 还有一些短号和省略号 显然是鲁迅从外国文学语言中引进的 因此鲁迅被称为现代小说第一人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现代汉语的贡献 另一个有趣的地方在于 小说在语言上的安排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看这本小说的序言是用文言文写的 而日记的正文则是用白话文写成的 这种安排是鲁迅独创的 文言文代表了就世界的现实 白话文则代表了觉醒 革命 虚构的世界 疯子在虚构的世界里战斗 最终屈服于现实世界 还有一件事必须提一下 那就是先锋性的象征 与意识流写作技巧 当代文学批评家夏至清表示 狂人日记中 有很大一部分运用了意象派 和象征主义的手法 比如狗 月光等等 象征着吃人 从卡弗卡 梅特林克到弗洛伊德 对狂人发病的心理描写中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意识流的痕迹更加明显 狂人日记 讲述的故事并不完整 现实与幻觉混杂在一起 周围的环境 人物都是通过狂人的心理状态 和意识流动来表现出来的 我们也许会认为 鲁迅受到了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影响 其实并非如此 《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 我们再看看1922年出版的西方意识流作家 1922年出版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1927年出版了普鲁斯特的追忆失去的岁月 1927年出版了沃尔夫的达罗维夫人 1927年出版了灯塔区 至于福克纳的喧嚣和骚动 则是在1929年出版的 鲁迅的现代主义写作与西方作家的创作是同步的 甚至可以说是前卫 《狂人日记》无疑是中国新闻意识流的开山之作 文学革命在新文化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狂人日记》是胡适文学改良论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等一系列理论立作 这本小说于1918年5月18日 发表于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新青年》杂志上 署名是鲁迅 从《狂人日记》开始 《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狂人日记》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起点 为五四运动拨下了第一颗种子 为五四运动拉开了序幕 一年之后 1918年5月 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开始了 鲁迅和五四时期的倡导者们 对国民性吃人的礼教进行了反思 而现在 一百多年前的吃人礼仪 真的被推翻了吗 在《狂人日记》中 鲁迅对吃人 这一根深蒂固的人性进行了批判 所以 鲁迅才会在序言中说 他之所以选择疯子日记 就是为了让一位研究狂人的医生 而不仅仅是为了治疗迫害妄想症 更是为了提醒人们 吃人是人类的顽疾 虽然没有了礼法 礼法的束缚 我们依然会给自己套上一副精神枷锁 但我们依然对权势 名利趋之若鹜 对别人的痛苦和尊严视而不见 一百多年前 鲁迅关于人性的问话 至今仍令人深思 至今仍令人深思 鲁迅是一位战斗医生 好了 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就介绍到这里了 下期见